守护轻微竹马到十八 他却坐进了别人的特斯拉 重生后我不挑了 他却以为我是欲擒故纵 喂喂 你说木白今天对我为什么这么冷淡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变了一个人 没有啊 和之前几次不是差不多吗 闹会儿小情绪 第二天不就又来找你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难不成你喜欢上他了 怎么可能 我只是有点 唉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哎呀 你就是想多了 木白他追了你十几年了 难不成他今天被雷劈了 突然就转性了 要我看 他就是在欲擒故纵 就这样的套路来吸引你的关注 时间一长 他肯定扛不住 说不定明天一早 他就过来跟你道歉 求原谅了 哼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馊主意 今天气死我了 这次我一定要多让他几天 楚又雪顿时觉得心情大好 殊不知此时的肖木白已经大撤倒了 重生归来的他 已经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王娘一个大攀五个 你们哥也去采灵芝呢 这都能背上 你是不知活我的弟弟 不知死活吧 说好一起嘎嘎乱杀 我负责乱杀 你们负责嘎嘎吗 听到这些 一旁的木白不有苦笑服务了 我的哑巴新娘 对位了 木白笑了笑 没急着跟秦婉宁打招呼 拍完机器后 便掏出了手机 初次见你好像一束古老温暖的光 与此同时 女生宿舍里 看到木白的朋友圈 楚又雪嘴角情不自禁地上扬起来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薇薇果然说的不错 这才晾了木白多久 他就绷不住了 哼 一条叔叔就想和好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怎么又死了 这些玩具的好烦啊 我去 闪蹲 幽灵鬼跳 甩居 跟脸穿枪 你怎么做到的 这么高的箱子 怎么跳得上去 我就跳不上去 想学啊你 我教你啊 大神 江湖最高礼仪 请你展示 那本大神就给你展示一下吧 你可看好了 这招叫超级跳 按住W加S然后跳蹲 就能跳上来 就这么简单 我来试试 秦婉宁小脸上浮现惊喜 就好像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 他尝试着蹦跶起来 果然跳上了大木箱 然后他顺着木箱又跳到集装箱上 一路绕到对面老家 端着一把小一片 没想到吧 我在这里 看我不吐吐死你们 我靠 那人哪不死的 有挂 有外挂 秦婉宁小虎牙咬得咯吱咯响 一副我与外挂不共戴天的模样 而一旁的木白不由吐 这个小憨货 感情一跳大箱 就是为了冲到对面老巢一尾巴 那是三秒的复活保护 无敌时间打不死的 难怪我一只突突不死 希希 你刚刚那个蹲闪 还有那个反复横跳 甩鞠背机 开关是怎么鞠死人的 一时间 秦婉宁化身十万个为什么的好奇宝宝 追着木白温得不停 两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木白看着秦婉宁水灵灵的大眼睛眨压 一丝不苟地盯着他的电脑屏幕 心跳不由地跳得越来越快 要不加个好友 一起玩两把 好啊 你游戏名叫什么 乌梅子酱 你名字后面 为什么要加个酱字 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你不觉得 不管什么词 加个酱字会显得比较可爱真诚吗 请问您沉思片刻 觉得有道理 有道理 那我也改得带酱字的名字吧 什么名字 说来听听 剁成肉酱 好像和可爱真诚没啥关系吧 第二天 上午八点 和煦的晨光洒满大地 木白神色伟靡地和秦婉宁回到学校 木白感觉身体被掏空 反观秦婉宁 却像个没事人似的 这十年跆拳道的身体素质的确不一样 不行 从明天开始我就跑步锻炼 必须增强身体素质 木白暗自下定决心 然而这时 楚又雪却迎面走了过来 看到木白身旁的秦婉宁 楚又雪一正 木白怎么和她在一起 秦婉宁 楚又雪认识 之前校花大赛 要不是因为秦婉宁把人踢进医院 而被学校紧急撤票 哪有她楚又雪当冠军的粉 看着木白两人越走越近 这时楚又雪注意到秦婉宁长发微微散开 衣服也略显凌乱 木白更是顶着一双重重的黑眼圈 神色为女 一副被掏空的模样 一瞬间 楚又雪脑海中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 你你你 你们昨晚不会 楚又雪指了指木白两人 惊讶地捂住小嘴 一看到楚又雪的反应 木白就知道她想歪了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就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就知道 就凭你 好家伙 你是生怕我没想歪 没误会是吧 木白 你到底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让开一下 我们还得去吃早饭呢 楚又雪本能地拦在木白和秦婉宁的前面 你不许走 我没让你走你就不许走 这一刻 楚又雪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她并不觉得自己像言情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 被木白冷淡后 发现自己其实喜欢对方 后悔不已 她只是感觉不甘心 你明明追了我那么久 凭什么说不追就不追了 楚又雪这样拦着 木白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她不知道怎么办时 秦婉宁突然跳了起来 你 你干什么打我 你挡住我们的路了 还有 我提醒你一句 她以后我照了 之后你少惹她 否则我还揍你 楚又雪渲然欲气 美目悲愤地盯着木白 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当时说句话呀 实在是不好意思 木白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 塞到楚又雪手里 转头就把秦婉宁这个小虎妞拉里案发现场 楚又雪看着木白离去的背影 又看了看手上的两张百元钞 眼睛忽然一红 泪水不争气地溢出眼花 从小到大她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以前父母惯着她 长辈处于她 朋友喜欢她 木白更是把她当成掌心宝 对她唯命是从 百依百顺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 小祖宗 你刚才打她干什么 咱们一起家过好友 打过游戏 熬过夜 那就是败了把子的 我当然要替你出头 前世这虎丫头第一次揍楚又雪诗 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理由 宁姐威武 以后全靠宁姐召我了 哈哈 宁姐以后召着你 作为报答 是不是该醒宁姐吃顿饭了 那当然 宁姐 食堂有请 又雪 你怎么哭了 薇薇 木白她变了 她以前绝对不会这样对我的 今晚您敲我头 她都不帮我说话 就是故意气我 这也太过分了吧 不就是之前闹了点矛盾 她就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别人欺负你 不行 我今天必须替你出口气 徐薇拿出手机 对着木白就是一顿薄翠输出 一旁的楚又雪越想越觉得委屈 想了下 她也掏出了手机 爸 木白她欺负我